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临修 一起亲近神的时间 雅各书一章五节提醒我们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施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因此 只管把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 保罗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 他永久的绑壁在我们以下 依靠依阿华 以依阿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临终遗言 我们思想 临终遗言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九十篇 一到十二节 九月圣经 诗篇九十篇 一到十二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世界是旅行的地方 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 哦 不是长久居住地方 世上一切都要过去 只有准备清点行囊 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 哦 不是长久居住地方 世上一切都要过去 只要准备清点行囊 啊 人的生命 不再加到丰富 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 人是他的有永生盼望 永生盼望 跟随他的有更美家乡 啊 人的生命 不再加到丰富 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 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 哦 不是长久居住地方 世上一切都要过去 只要准备清点行囊 啊 人的生命 不再加到丰富 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 啊 人的生命 不再加到丰富 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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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篇第九十篇 一到十二节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竹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耕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以你的怒气而消灭 以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二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 经文说道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向你们也在那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向你们也在那里 继续是灵修短文 临终遗言 英国幽默作家肖伯纳 在九十岁那年 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清理他个人的资产 以便日后 让执行他遗嘱的人 容易处理些 当时他还一贯幽默地说 我这样做仿佛是准备去旅行度假一样 生命是真实的 死亡也是真实的 政客说 山中虽有千年树 世上难逢百岁人 人只有面对临终的时候 我们来听听以下这些人 在临终前所留下的遗言 南非开国元老罗德斯临死前说 我在非洲得了无限的财富 黄金钻石山矿土地 现在临死却一点都不能带走 我的心灵感觉空虚 人生没有目的 我又什么 其实一无所有 这是他的感叹 亚历山大大帝留下这样的遗言 当我死时 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头 让世人看看 我得了大片土地 贵为帝国君王 死后也是两手空空 一点尘土也带不走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引用圣经上的话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法国哲学家迪卡尔死前说 这一次真的必须走了 我的灵魂啊 你长久以来都被关着 现在必须出狱 并脱离肉体的操劳 你当高高兴兴 并勇敢地忍耐这种分离 英国政治家裴根死前留下这句话 我的灵魂属于神 我的身体埋在偏僻之处 而我遗留的文字将传给后世 及海外各国 据诺曼博士说 发明大王爱迪生临走前 曾对他的医生悄悄地说 那边非常美丽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 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 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 旷野玛纳陪伴你 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你的恩典大咖啥啥 祝你的恩典从头到脚 白白的卖不能忘掉 感谢永远 祝你的恩典 祝你的恩典 比起二十世纪初 增加了许多 但人终究不会长生不老 永活不死 神已经预先定准了 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时间不会任何人停止 神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又说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在神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 人的一生何等短暂 摩西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八十岁也不过三万个日子 在神面前如同无有 有一次 苏拿中读了一首小诗 觉得很有意思 就把它记了下来 他说 白发来敲门 我请了稍等 说等一等 白发说 快点 我还要挨家挨户去送老呢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你我都不能避免 都要面临临终的那一天 我们只能像摩西那样祷告说 主啊 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遗言 是人在世上最后想说的话 就是末了的话 如果你想知道摩西的遗言 那么你可以读生命记 整卷生命记都是摩西末了的话 生命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它的内容 人的离世不是一死百了 因为死后且有审判 你可拍着胸脯夸口说 我不怕死 你纵人不怕死的过程 但要知道死后还有审判 你的罪债要被追讨 你的罪行要受报应 你的罪名要被判定 而你的罪责要永远承担 怎么知道呢 神的启示 你说我不信这些 耶稣从死里复活 说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耶稣肯定神启示的真确 就不由得你不信 时间的终点是面向神的审判 是向神交张的日子 并且很快就会来到 时间是神给我们成长改变的机会 神给我们时间 是让我们认识自己 改变自己 肯培多玛讲过一句 发人深省的话 他说 假若我们还未曾改过千善 那长寿又有何益处呢 摩西求神只教他怎样 有智慧地运用自己有限的年日 而保罗劝勉我们 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生意人分分秒秒要保持警觉 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 我们岂能浑浑饿的过日子呢 主怎样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叫天父在他身上得着荣耀 我们要顺服基督 让主借着我们流露他的生命性情 满足父神就是我们的目的 耶稣在释迦上宣告成了 又在复活生天之前 把最崇高的使命交给门徒 并且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要我们为他的国度效力 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的儿子的模样 我们是他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 是他的杰作 对所有的人来说 人生只是在世上短暂的逗留 敬畏神经守他的诫命 是众人的本分 因他是造我们的主 他把我们造成有灵的活人 人生不是只是一场物质的圣言 更是一次灵魂的修炼 是进入永恒之前的学习 对孙大中而言 人生仿佛是意外的赏赐 我非常惊奇 我怎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神没有欠我什么 一切都是领受的 都是他的恩典 犹太人的法典上说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是握着双手 好像要抓住全世界 但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却是张开双手的 他们说 降生人士是最划算的 因为不费分毫 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所得的皆属盈利 人是神的作品 时间是神给我们成长的机会 让自己灵魂在羡慕之时 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 能让神满意 所以趁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之前 要纪念造你的主 将自己的心安正 不要成为受咒诅 偏离神命令的骄傲人 每过一次生日 我就告诉自己 屡世积居的日子又少了一岁 但归回天成的日子更靠近一年 我已经在神的恩典里 重生得救了 在地上我有归主日 将来离世的时候 就是荣耀日 我不会永远活在这世上 因为我本来就不属这世界 正如主不属这世界一样 西伯来书九章二三节提到天上的本物 十二章二三节又提到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使徒彼得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 要见解肉底的私欲 这私欲 是与灵魂征战的 是的 这世界非我家 除了天堂 哪里都是客家 中国有很多客家人 他们所住的并非自己的原乡 就世界而论 属身的人也是如此 历魏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 神小于摩西 地不可永迈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而我们羡慕那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不要虚度光阴 白占地图 而要做好准备 懂得付出 根本无法保留的 去得那绝对不能失去的 叫自己的一生 没有虚度 大卫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耶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又说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今天你在乎什么 你不在乎什么 世人凭着堕落本性 寻求自我实现 结果所看中 所以为宝贵的 到头来 却是一场空 世界的一切 只是海市蜃楼 一切的浮华艳乐 都只是欺骗与束缚 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 虚空的根源就来自于不认识神 不以神为着眼的欲望贪求 所带来的指挥是无法承受的压力 不禁为神跟遵行他的旨意 就是虚度光阴 只为在虚空的愿望跟错误的人生态度上浪费大量时间 亲爱的朋友 人生不是没有目的的 乃是要荣耀神 人生不是没有盼望的 而是可以享受神 永远与他同在 真正的满足感是源于神对我满意与否 我有没有达到神造我的目的 托尔斯泰说 信仰使人了解生命的意义 也因了解生命的意义 而乐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苏那中很小的时候 就远远看出财富背后的虚空 虚空的相反就是丰盛 耶稣来就是要教他的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说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何要读圣经 因为他找回迷失的我 没有神的话不认识神 结果活在世上就是没有指望没有神 神不但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 并且借着他的话 叫我明白他做出的法则 他的看法 晓得生活要如何跟他的旨意配合 不认识神遇到不幸就会说 啊生命是个不应存在的东西是罪恶 转化为空无是生命唯一的幸福 所以就追求了生脱苦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被世上的小学牵着鼻子走 加深自己的绝望感 但有了神的话 我就晓得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的灵魂已经被主苏醒 已经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了 我要效法他活出爱 为人的好处分享自己 活出光跟炎的生命特质 叫父神得着荣耀 人生虽然短暂 但为主活的一生 将会化为永恒永远长存 神徒约翰说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亲爱的朋友 配合神永恒亘古永不失败的计划 比青春永驻比动灵更重要 我们会对衰老厌倦 但对持续改变的生命本身则不然 诗篇73篇26节 诗人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神的工作神自己能做 但他特意留下一些需要 借着我们的参与配合来完成 摩西说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兼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兼立 我们与天都会如飞而去 但约翰告诉我们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各位姐妹 在主里的劳苦 不会是突然的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大卫在他自己的世代里 遵行了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神给大卫极美的评价 亲自给他做见证说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大卫有满足的喜乐 大卫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都在神的旨意中 要走完人生的路程 最终安息在主的怀中 他说了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工作完成之前 人是不会死的 但工作已经完成 还等什么呢 美国大卜道家目的 最后的话就是 这是我凯旋之日 加冕之日 荣耀之日 盼望 我们临终的时候 都能因着神的恩典 说出荣耀他的 末了的话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你信实何广大 我神我天赋 全物转动 因而藏在你心 你不改变 你不改变 你慈爱 永不转移 无事无重 乡上烤鸟统 ?' 你愿望 湯齐寺 我能拍变 你不改变 你不改变 我们在各阅上 无处见证 述说天赋 我的心事人财 你心事何不大 你心事何不大 清晨赴清晨 主爱日更新 我所需要 你此手丰富与别 你心事何不大 现在我生 罪孽都舍免有平安在心里 深情自引导入天堂之类 你两位今日大盼望 为将来 全赐给我 领佑万福被脱 你心事何不大 你心事何不大 清晨赴清晨 中爱日更新 我所需要 你此手丰富与别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就是秦始皇也得不到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这场征战 无人能免 邪恶也救不了行邪恶的人 我们是被你成全的 一人的灵魂 你预定了一人的路 将如黎明的光 月照远明 直到日午 你将永生赐给我们 又用你的训言引导我们 以后还要接我们到荣耀里 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乃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必在义中见你的面 并且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愿你的话 叫我们头脑清醒 而不是在衰败中气馁 感谢你拥有那爱来爱我们 并且不断地 抱不配得的恩典好处 赐给我们 我们把这个荣耀 送赞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感谢赞美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约神 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堂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我比不知缺乏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掌碧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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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心果四应有骨 我摆摆安慰